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黑社会妈妈救女儿的故事 二凤 二凤以前是个叱咤江湖的黑社会老大 但他却意外怀了孕 因此他抛弃了一帮小弟来到乡下 生下女儿后在这里干起了收保护费的工作 但他以前得罪了太多仇家 仇家报复二凤 掳走了他的女儿 二凤一个猛追跳到河里抓住了绑匪的小船 却被绑匪用船桨给狠狠地击落了 二凤从河里爬起来 骑上岸边的小摩迪就开始沿路狂追 就在即将追上的时候 从后方又冒出来一个骑摩托的壮汉 壮汉拿着铁棒就攻击二凤 就在两人一边飙车一边扭打的时候 前方出现了一辆卡车 两人及时闪到路边的小河中 又开始了另一轮的搏斗 二凤虽然力气不敌壮汉 但他胜在擅长打游击 利用水草将壮汉勒得半死 好不容易甩掉壮汉 却发现小船没了踪迹 就在二凤着急忙慌地向路人打听女儿的踪迹时 却发现女儿在一辆卡车上 二凤搭着顺风车追到了西贡 西贡曾经是他的地盘 二凤一到那里就找到了曾经的下属 想让他帮忙打探女儿的下落 但对方对他当年的不思而别耿耿于怀 早就不把他当成自己的老大 还对他进行了一阵冷嘲热讽 二凤只好去警局报了案 记录小哥说只要你把信息告诉我 我们老大龙哥就会帮你找到女儿 二凤却觉得不怎么靠谱 于是悄悄拿走警局的档案 找到了拐卖犯发带男 发带男以为是寻仇的 于是和二凤打了起来 两人朝朝都下了死手 发带男险些被二凤杀死 幸好发带男的老妈在一旁 求他手下留情 二凤才手下放他一命 发带男告诉了二凤他女儿的踪迹 二凤顺着信息来到一栋 看守森严的楼房 发现了女儿的鞋子 他坚信女儿就是被关在这里 但很快他就被守卫发现 对方人多势众 其中一个辫子女更是刀枪不入 不惧疼痛 二凤很快被辫子女打晕 然后被他的手下扔在了河里 等二凤醒来的时候 自己正躺在医院里 原来是警察龙哥救了他 但龙哥不相信他说的 还认为他在扰乱办公 在护士的帮助下 二凤逃出了医院 并找到自己哥哥帮忙 这才知道父亲早已去世 哥哥没有给他好脸色 原来父亲当年是个武林高手 二凤却用学来的本事 当了黑帮老大 这令父亲十分蒙羞 二凤和父亲大吵一架后 就离开了家 哥哥觉得他现在这样都是活该 要不是他到处惹事 他女儿也不会被盯上 就在二凤绝望的时候 警察龙哥出现了 在他的帮助下 二凤闯入了劫匪的列车 原来劫匪老大 是二凤的老仇人大背头 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二凤一顿操作猛如虎 咔咔就解决了大背头 和几个小罗罗 紧接着他就遇见了辫子女 二凤心中有火 势如破竹 没几下就把辫子女 也给咔嚓了 随后找到了女儿 以及其他被拐卖的小孩 很快 列车被运到了交易地点 面对一群拿着枪的劫匪 二凤来了个闪现游击 将其人打得落滑流水 但自己呢 也被枪击中 就在他即将撬辫子的时候 龙哥带着警察来了 二凤为破获这起案件 立下了大功 而他最终也和女儿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再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